邓輪現在也是很有知名度的,絕對的心境男神,不少網友都應該是被邓輪的顏值,演技給圈了粉了吧,當然了,小編也是有點圈粉的狀態。 小編認識鄧倫,還是在《因為遇見你》這部電視劇中,當時鄧倫也是出演的男主,搭檔女主孫怡,這部電視劇雖然說是收視率不是很高,但是卻不是爛劇,還是很有看頭的。 後來就是在《楚橋傳》這部電視劇中有鄧倫的身影,雖然不是飾演的男主,但是飾演的梁國太子也是很有看頭的,也憑藉這部電視劇火了一把。 當然說到這裡就要說說,現在正在熱播的一部電視劇了,《一千零一夜》,這部電視劇就是鄧倫的男主,女主是誰?當然是迪利熱巴了,在劇中,熱巴還是飾演的一位倒追著,不過現在已經將自己的男神給追到手了。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在看這部電視劇呢?這部電視劇的收視率也是不少了,據說現在已經直接超越了老闆楊蜜扶搖這部電視劇的收視率了,看來楊蜜真的是沒有看錯迪利熱巴。 不過最近小編得到了一個消息,就是鄧倫即將又有新劇上映了,這部電視劇就是我的真朋友。 雖然不知道這部電視劇的具體播出時間,但是這部電視劇已經是被不少網友拉到黑名單了,為什麼呢? 主要還是因為女主,她就是楊颖。說到楊颖,雖然說楊颖的顏值確實是不錯,但是吧,就是這演技,真的是讓我們不敢恭維。 不少網友都表示,看到女主,氣劇了,爛演技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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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